他还要结扎请我们带下去 吴宝霸决定结扎 六年生五子献困 按行商团安排 工作稳定就动刀 去年底上网卖婴儿车 筹筹女人要背的吴宝霸江南 公寓有年龄分别为六岁、四岁、三岁、两岁和六个月等五个小孩 遭网友批评 明知道生活困难还一直生 不结扎有没有可能明年成为六宝霸 搞不好还剩十个 痛去这样小孩很可怜 对吴宝霸伸出元首的台中行商团表示 江南日前有提到 希望行商团帮他安排结扎 至于何时要动刀结扎 行商团说日期还未确定 至少要先等吴宝霸工作稳定后再说 吴宝霸先前几年被爆出 帮娘给他工作的暖心业者没去上班 但1月11日他已前往汽车美容厂工作 东新闻台中报道